有些人說,我都不會領敬拜 但我想說,有很多情況我們需要領簡單的敬拜 甚麼情況呢? 例如你帶一個人去信耶穌,或者跟祂祈禱 我們祈禱時不是像唱一些詩歌嗎? 唱詩歌其實都是親近神的方法 當我們唱詩歌的時候,聖靈也會臨在,會祝福 有些人不肯明白,曾經有些人,我跟祂祈禱 祂祈禱是唱詩歌,為何祈禱會唱詩歌呢? 為何祈禱時不是只是祈禱呢? 因為祂以為祈禱時只是說話 祂不知道,聖經說到我們愛神,我們親近神 我們敬拜神,讚美神,已經是祈禱 都是祈禱的方式 我們敬拜有何時用得著呢? 我想說,第一,你為人祈禱用得著 你為人祈禱時,你唱一些簡單的詩歌 主耶穌愛我 你也有唱的,是嗎? Hallelujah 是不是也有唱的?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小組 例如一、兩個人或三個人 或者你在家裡找人一起查經 一起祈禱 你都可以唱詩歌 那你說,唉呀,我也不知道能否做到 其實呢,你就是唱到,你唱到便可以了 你唱到,帶著大家一起唱便可以了 所以我們今天一陣子的操練是甚麼呢? 就是分組的時候,試一下去唱詩歌 然後呢,唱詩歌的時候又加上祈禱 敬拜和唱詩歌有甚麼分別呢? 正是純唱詩歌 純唱詩歌就是這樣唱完一首第二首 但是呢,我們敬拜的時候會怎樣呢? 一邊唱的時候呢 一邊可以說一些說話 幫助人們親近神 就不是那些很長的祈禱 你不要說,哎呀,神呀,幫助我們了 快點幫助我們,教會增長 這些是沒有錯的 不過呢,不要太長篇 神呀,我們有教友,有病 求神你醫治祂 不是太長篇的 這個不是代討時間 你可以代討,不過是短的 而多些是親近神 譬如你唱一些讚美詩歌 譬如說,Hallelujah 你在這裡唱的時候 多謝天父,我們讚美你 Hallelujah 都可以的 令人更加投入 即我們唱讚美詩歌的時候 不要只是唱 亦都是用一些說話 以及我們的表情和行動 即是甚麼表情呢? 譬如說 Hallelujah 這些表情沒有甚麼幫助 我們是 心感激神 有些人說 好似好假 所以問你,你是不是愛神? 你愛神就不假了 你自然就會很投入去感激神 你自然的表情都會做出來 即是會 不是做出來 是自然的表露出來 好了,所以我們 一個敬拜者 就真的以神為樂 以及歡喜神 愛慕神 神就歡喜,就欣賞了 好了,我們首先講一講 就是敬拜和純唱詩歌的分別 以及能夠建立人和神的關係 這就是敬拜的分別 純唱詩歌 神都可以做功 不過 如果我們加上一個敬拜的元素 是更加能夠幫助到人 我們首先講一講敬拜和純唱詩歌的分別 第一 這個敬拜 這下面也講到敬拜 就是 祂會投入去敬拜愛慕神 以及有親近神的討告 即是說 祂會帶人去敬拜 去愛慕神 以及親近神 神啊,我們僅靠祢 我們感激祢 我們愛祢 我們歡喜祢 這樣的討告 就不是那些代討的討告 而是親近神的討告 第二 就是進入 以及保持愛慕神 以及與神交流的狀況 也都帶你繼續這樣做 就是自己進入 一個敬拜者自己進入 就是不要只有唱歌 而是我們自己一邊唱的時候 好像忘了我們去感謝神 第三 就不要被不必要的說話中斷 譬如說 我們下一首詩歌就是奇以恩典 我們下一首詩歌就是什麼什麼歌 這樣就會斷了 為什麼呢? 譬如你祈禱的時候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然後我們就為誰祈禱? 那就斷了 即是我們在敬拜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持續敬拜的狀況 就不要被一些其他說話難阻了 以及亦都是 我想說 團契唱歌和敬拜有不同的 團契唱歌有時候說 我們一起起床跳舞 在敬拜都可以 不過方法不同 方法為什麼不同呢? 在敬拜之中 神啊,你真是好 我們一起去敬拜神 一起去拍掌敬拜神 會用一個敬拜的口吻去說 但如果 只是說 大師哥有時候 有些人說 好了,我們現在 右邊拍掌 左邊拍掌 男拍掌 女拍掌 這是指示性的說話 即是太多這些說話 就變成中斷了敬拜 即是我們一直 好像來到神的寶座面前 敬拜祂那種的情況 就不要有中斷了 第四 亦都帶領人 被神安慰 帶領 或者是更新 或者是呼召 什麼意思呢? 在敬拜的時候 可能 覺得那些人有點憂傷 那我們就怎樣呢? 神啊,你是安慰我們的神 我們就接受你的愛 讓你的愛安慰我們 主耶穌,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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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帶領人 心靈把重担交給耶穌 我們放下重担 用一個親近神的口吻 就不是這樣的口吻 你們現在把重担放下 這就是一個純粹指示性的方式 但用一個敬拜的方式就是神啊 我們現在把重担交給你 我們把煩惱交給你 這樣的方式 或者帶領 神啊,帶領我們 儘快可以這樣 求神帶領我們的方向 我們侍奉的方向 我們侍奉的目標 求神帶領我們 如何祝福人 這樣怎麼做 神啊,我們需要你的帶領 求你與我們同在 帶領我們這條路 謝謝耶穌,你一定帶領我們的 就用一個討告的狀態 求神帶領,或者更新 神啊,賜我們火熱的靈 愛慕你 感謝你被神改變 或者呼召 神啊,求你在我們心中動工 讓我們真是回應聖靈的感動 如果聖靈感動我們 用一個 即是在討告的狀況 神感動你 呼召你 你就回應神 神啊,我願意 我願意 還有一個呼召 你們誰願意信耶穌 舉手呢 誰願意聽神的說話 舉手呢 那是一種普通的呼召的方式 但我們敬拜的時候 呼召就不是了 是一個敬拜的方式 來呼召 希望大家 一會兒都嘗試用一下 即是你分組的時候 你做得多好 多不好都不要緊 那你就會說 哎呀,我不懂什麼歌 最簡單的 哈利路亞 耶穌我愛你啊 主耶穌我啊 我們經常唱的 你唱那些唱熟的歌 都可以的了 還有呢 敬拜更容易 帶來聖靈的感動和更新 即是在投入敬拜的時候 神的感動更加容易臨在 更加容易改變我們 那麼 首先我們要明白 敬拜不單止是 廣道之前的熱身詩歌 因為有時候人覺得 廣道了 聚會開始了 我們一起唱詩歌 我們有一個 好像一個熱身的時間 他不會用熱身的說話 不過意思就是 我們一起唱詩歌 讚美神 然後才去聽道 我想說 敬拜不單是熱身詩歌 敬拜本身帶來果效 在下面講 專注和長時間敬拜 幫助人學會親近神 提升人和神的關係 帶來生命的更新和祝福 即是敬拜 其實是很類似討告 一路讚美神 一路討告的時候 神是可以做功的 所以 敬拜是有一個改變生命 給神改變的功用 在裡面 在聖經有講到 尚在我裡面 我有尚在他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即是你尚在耶穌裡面 敬拜也是尚在耶穌裡面的方式 耶穌就尚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那人就會自然有起落平安 所以是改變生命的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字給你 以神為樂 時時數算神的喜樂 神的恩典 我就歡喜快樂了 即是我為一位姊妹 討告在聚會之前 她即時有喜樂 她即時很感謝神 她對聖靈很敏感 我也教她如何以神為樂 數算神的恩典 她裡面就湧流喜樂 神也帶來更新她生命 我們多謝天父 在這個過程中 敬拜,神就可以醫治 可以釋放 改變我們 就會提升 將我們心裡所求的字給你 很多人想得到什麼 他不斷求 聖經有講祈求 不過聖經也有講 你先求神的國 和祂的義 這一切給你 愛神,神就為你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所以聖經很清楚說 你愛神,神就會祝福你 所以我們就在敬拜時 讚美神,愛神 下面也有講到 單單唱詩歌 未必能夠幫助人 深度親近神和愛神 待會我們會講 有詩歌有不同的 因為有些詩歌是教導性的詩歌 有些是教導真理 那些詩歌都是好的 會教導人真理 不過那些不是敬拜 即是我們要分清 教導的詩歌 並不是敬拜的 譬如說 一首詩歌 我記得的 信靠信復 此外悲無必快 要遇到耶穌喜樂 必要信靠信復 他教導人 你要信靠信復 就能夠得到神的喜樂 這是教導 不過呢 我又覺得 歌詞留了些東西 信靠信復 沒有說到親近 所以我把歌詞改了 我就改了做什麼呢 愛主信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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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是信靠 因為信靠是一個層次 但是愛神呢 我把詩歌改過 我都和大家唱過 我們明白一下 講道和敬拜的關係 有關係 人有三樣 人的三樣行動 可以得到神的喜悅 和祝福 第一就是信靠神 親近神 什麼人都是 你信靠神 親近神 倚靠神 神就歡喜了 第二就是親近祂 讚美祂 愛祂 以神為樂 與神溝通 神就會祝福了 第三就是遵從 第一個就是倚靠 我信靠祂 第三就是我親近祂 第三就是我遵從祂 跟祂分為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好了 講道這三方面都能夠幫助人 並且有一件事跟詩歌 敬拜詩歌的不同 就是有教導 即是講道是有一個分別 就是它有教導的功用 當然教導包括幫助人明白聖經 好了 敬拜討告都能夠有三方面幫助人 他一樣幫助人信靠 倚靠神 即是說到神幾美好 我們就倚靠神 我們信靠耶穌 亦都幫助人親近神 以及幫助人尊重神 我們全心去愛神 我們自己才唱一首詩歌 有時候我唱的詩歌 未必是全部敬拜 有些都可以呼召人親近神 譬如我自己才唱一首 就是我獻上所有 我獻上所有 呼召大家將一切獻上給神 這就是幫助大家去委身 去遵從神 侍奉神 而敬拜討告都有三個功用 尤其是第二項 親近神、愛神、以神為樂 與神溝通 是有這三個功用 所以我們明白 我們很多時候說 牧師講道 祂好像是祂做最主要的工作 但其實我們帶敬拜 都可以做到這三個功效 所以我們帶敬拜 一樣是侍奉神 所以不要小看大領敬拜的侍奉 所以領敬拜下面 我們一起讀 所以領敬拜是一個重要侍奉 領敬拜和討告能更新人的靈命 是一個重要侍奉 所以就不要小看大領敬拜 其實每一個信徒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即是你唱到簡單的詩歌 甚至你說 哎呀 我唱過都很走音 那怎麼辦呢 手機現在有很好的方法 你可以錄在裡面 即是你即時上網 可以有詩歌 不過有時網絡不好 不穩定 那你可以即時 之前做定了詩歌 如果你想敬拜 你說想用詩歌 我可以給你的 有些詩歌 我們整定了 那你放在手機上 到時一按 你便帶大家唱 雖然你自己說好走音 不過不要緊 你便可以祈禱 我們一起愛耶穌 然後你就播放 耶穌我愛你 好了 接著我們就說 就是親近神帶來的更新和祝福 所以我們帶領會眾去親近和愛神 領敬拜的人 無論你是帶一個或者兩個 或者帶一班人 我們都是帶人靈命更新 和得到祝福的 所以我們是帶人去親近神 所以領敬拜不只是我唱 我是帶著大家去愛慕神 所以我用很多字 叫什麼呢 多謝耶穌 我自己真的從心底發出 我又很感謝神 所以敬拜的人很重要 有這個生命 神真的好 耶穌真的好 並且帶著感情 我們大家一起嘗試這樣說 可不可以 耶穌真的好 帶點感情 耶穌真的好 我很喜歡神 耶穌我很喜歡你 我感謝你 我們領敬拜也是這樣 不要說 耶穌我們敬拜你 我們感謝你 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我們帶人去感激神 也看會眾的情況 帶領他們如何投入愛神 因為聖經說到 我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我們親近祂 恩他在我右邊 我就不自遙動 因此我的心 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原來親近神 帶來心又開心 靈又快樂 肉身也安然居住 整個人便舒服平安 神就會在我們生命中做功 所以敬拜是會 親近神會帶來祝福 以及愛祂 神就為我們預備 人心未曾想到的 所有的恩典 我們想都未想過 神就會賜給我們 我們說 如何 如何 如何去親近神 很重要我們學 用心靈誠實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 拜祂 其實原文不是要 是尋找 神是找 祂都在找 誰用心靈誠實 敬拜 他現在在看 有誰用心靈誠實 聽道 誰用心靈誠實 愛神 他便會在找 當他見到一個人 真心愛慕神 他是很歡喜的 這也是經歷聖靈的 很重要的鑰匙 即使我為姐妹祈禱 以及我為很多人祈禱 我的心就是愛慕神 當我一愛慕神的時候 祂即時感受到能力 祂亦是很開放 祂即時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也即時有喜樂 神就祝福祂 改變祂 好了 下面這裡說到 我們的靈與魂 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個思想 認同神是最好的 我跟從神是最好的 不聽話一定有破壞性 我聽神的話一定祝福 而且意志 我全心聽了神話 我全心跟從神 我全心,整個生命都給神了 又有感情 神跟我們有感情 婦人焉能忘記她 嚇吏鷹鞋 就算有忘記 神也不會忘記我們 神經常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 而歡呼 神會歡呼 神是一個很有感情的神 其實神造的人和動物都有感情 人其實是很受束縛的 因為小孩子的時候 很開心 就會有很多反應 不過長大後 覺得很醜怪 人家送禮物給你 或者人家說 我很感激你 我們不會這樣 多謝你 好像很醜怪 所以我們就會收起來 多謝你 比較斯文 但是小孩子就不是很單純的反應 還有狗 你看到狗 就算狗很老也好 牠們依然是很有興奮 牠一看到主人回來 有些影片在網上看到 就是主人離開一段時間 然後主人回來 嘩!牠的尾巴都掉了 跳下跳下跳下 很興奮 那種反應就是神造人和動物 本來都是這樣 我們將來去到天堂 都是這麼開心的 所以我們親近神 很想和神有密切關係 就整個心靈愛慕神 那我自己就發現這個鑰匙 當我整個心靈歡喜神 啊!來嘢! 耶穌神的喜樂 就湧流在我裡面 那我就在我初期的時候 去學習這個 自從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就學習過心靈的祈禱 那我就發覺從心發出 那我發覺從心去呼叫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就發覺有能力流過 我就說 一旗都立即有反應 所以我就很喜歡神 一路保持 那時候就發覺 跟神的聯繫很強 任何時間 想到神 即時感受能力 經過我 整個人就起落平安 每一個人去到不同的狀態 你說 哎呀!我都去不到你的狀況 不要緊的 我們就學習 一路讚美神 感激神 親近神 整個心靈敬佩神 自然就會提升 一路一步一步進入 進入神的同在 還有靈 凡在我裏面都稱重 整個靈與魂 在我裏面都稱重神 神就大大的祝福了 以及以神為樂 神就將你 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以及叫你成駕地的高處 以神為樂 我真是以神為樂 我真是很喜歡神 我真是喜歡神 多於喜歡人 我太太真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太太 我感謝神 我感謝神 其實我也沒有見過夫妻 好像我們兩個那麼好 多謝天父 是神的恩怜 祂又對我好 我又對祂好 多謝耶穌 祂又好 真的很多事情都想到我 我很感謝神 我很喜歡祂 不過我也會這樣說 我喜歡神 是比祂多很多很多倍 但我一樣很喜歡祂 但我們愛人 即是愛到什麼呢 愛人如己 但愛神是怎樣 盡心盡盛盡益盡力 全心愛神 我經常都數算神的恩典 我也數算我太太的好處 她有很多的好處 但我數算神的好處 更多更多 神給我們一切的機會 給我們的喜樂平安 給我們的力量 給我們的更新 是否很多 多謝天父給我們很多禮物 我們就以神為樂 吃東西就感謝神 神做這麼好吃的食物 還有做我們有口有舌頭 嘗到味道 感謝神 多謝天父 還有味覺 哇 香味的 不只食物 寶寶也有香味的 人乾淨也有香味的 我們感謝神 神真的做每一件事都這麼美好 花棗樹木 你看每一朵花 每一朵回碟都會歡喜神 這樣你敬拜就會歡喜神 整個生命都會歡喜神 你親近神就容易了 另一個問題 是否要這麼投入 是否越投入才能夠 越得到神的更新和祝福 聖經是真的說到 投入的 不是好像這樣 很多人覺得 真的有些人 他看到我們這麼愛神 他說 要不要這麼慾緊 甚至有人跟我說 他說 你這樣愛神 有點慾毛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聖經說盡心盡性 甚至愛太太 都是愛人如己 但愛神是盡心盡性 應該比愛太太更加迫切 但他們覺得很慾毛 因為他們不習慣 但我們看看大衛所寫的詩 詩編羅三篇 他在這個抗野之地 他說 我徹徹尋求你 我徹徹尋求你 很逼徹尋求你 在這個皮佛無水之地 我渴上你 神啊 我渴上你 很想有你 很想有你 我心徹慕你 我很逼徹地渴慕你 我在床上都掛著你 都紀念你 在夜間的時候 又想著你 哇 真是日夜都想著神 愛慕神 那我就好像飽足了 骨髓肥油 整個人就飽足了 以歡樂的嘴唇讚美 我整個人就開心了 所以我們看到 原來他切切的愛神 親近神 尊重神 他整個生命就飽足 他就有充滿歡樂 所以越親近神 是越大的祝福 我真的發覺 我現在的祝福 和我將來的祝福 會更大 為什麼呢 在我初信的時候 和現在比較 真的現在的喜樂 真的大了很多倍 我多謝神 如果我初信的時候 有這個喜樂就好了 那我由初信的時候 這麼好就好了 不過 過去了 不能夠翻轉 我能夠做的是 以後我更加為神 更加愛神 由早到晚都 感謝神 多謝神 這樣的時候 我們整個生命就被神改變了 然後呢 詩篇九月一篇十四節 神說 因為祂專心愛我 我就要答救祂 我要拯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名 我要將祂安置在高處 哇 原來一個愛神的人 和知道 認識神的名的人 祂就將你安置 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放你在高處 祂求救我 我就應允祂 我就聽祂的祖告 祂在急難中 我會和祂在一起 我要答救祂 使祂的尊貴 非常美好的詩篇 九十一篇 很漂亮的 神幫助我們 真是切切的敬拜神 真是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敬拜 很投入的 很多地方 他們的敬拜 很投入 大家上網也有很多 大家可以 有些只是詩歌 那些就看不到人們投入 但有些就會看到 那些人如何投入敬拜 那些是會幫助大家 親近神的 還有長時間敬拜 也會帶來神強烈的動載 就是薩姆爾的先知門徒 誰知是薩姆爾 薩姆爾記上十章和十九章 下面十九章 就說到十九章 尾爾的行 說到薩姆爾 暫在其中監管貪玩 即是說原來這幫先知 就是薩姆爾的學生 薩姆爾就知道親近神好 他就帶領一幫先知做什麼呢 他們就在那裡鼓塞激鼓 吹笛彈琴 和受感說話 他們就不在那裡練歌 即是在那裡練歌 練阿鼓 練阿彈琴 他們應該在那裡敬拜神 然後他們就受感說話 其實原文是說語言 即是聖靈感動 充滿他 他就說語言 薩姆爾就跟蘇羅說 你去到他們當中 神的靈就大大感動你 你就跟他們一起受感說話 一起會說語言 你要變為新人 這裡就說到 在神同在之中 會發生什麼事 有很多教會 有很強烈的敬拜 很強烈的訊息 很強烈的討告 接著那些人參加聚會 即時改變 即時愛神 即時感激神 便變為新人 有些人真的一天之間 參加一個聚會 即時改變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我們的聚會 幫助大家 愛慕神 渴慕神 親近神 尊重神 也經歷聖靈 多些愛慕神 經歷聖靈的時候 便變為新人 其實我們當中 都興起不同的人 有熱切的心 其中 第二行彩這位姊妹 她之前也有分享 她又賭博 又想自殺 她又離婚 很多問題 但當她被耶穌改變 初初也不是很大的改變 後來她經歷聖靈 和被神改變生命 現在很熱切 即是在香港和宣教的地方 她都很熱切 她真是為我們開門 她就是她 她帶我們去進入一些地方 就是她有這個心 她也很想去找回她家鄉的人 向她傳呼音 這就是生命的改變 跟她以前是完全 以前是一個沉迷賭博的人 整天的錢都輸了 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但神改變她 我們將榮譽歸給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即是我們便變為新人了 她是這個兆頭臨到 你便要趁事而做 你趁著這個機會做 為甚麼 因為神與你同在 神同在是全世界都同在 神是無所不在的 神亦都住在信的人心中 到底為甚麼 這裏說神與你同在 這裏說到一個特別的同在 因為在這個情況 你就會變為新人 所以是一個強烈的同在 所以當我們多去親近神的時候 就會帶來神的強烈同在 在這個聚會之中 人就會被震撼、被感動 你會發覺在聖靈充滿的聚會 在一個愛神的聚會 你的心就火熱 你的心現在有沒有火熱 好像被攪動一樣 很想被神用 很想愛神 很想和神有密切關係 很想發揮生命 這就是神在你裏面 會有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趁時而做在這個聚會 還有有時我為大家討告之後 我也會跟大家說 你多些祈禱 你就保持聖靈的同在 你就加強神的同在 在你生命中做更大的工作 從下面就說到 因為神與你同在 蘇羅轉身離別 薩摩爾 神就似他一個身心 其實他未去到那些先知 當薩摩爾跟他聊天 一轉身就已經似他一個身心 即是說原來薩摩爾有神的同在 很強烈的同在 於是他跟他聊天 他一轉身就已經有一個新的心 新的改變 不過可惜蘇羅是沒有保持這個同神的關係 正如有很多人經歷聖靈 之後犯罪 之後疏遠神 失去了這個恩典 但我們經歷神的工作 我們就保持 保持有神 神就祝福了 然後下面也說到 原來薩摩爾監管他們 一幫先知受感說話 打法去的人 那些人當時蘇羅不聽神話 他就叫那些人去捉大衛 誰知道 捉的人一去到那些先知門 立即受感說話 去完三個都是這樣 接著他自己去 都是這樣 結果捉不到大衛 這就說到原來神的同在 會帶來保護的 所以長時間的敬拜神 會帶來神強烈的同在 我自己是盡量 整天都在一個讚美神的狀況 我也做慣了 當我一直跟你講道 我可以一直愛慕神 我一直感受聖靈的能力 我一直跟人聊天 我一直感受神的同在 我一直在做什麼 洗碗 當時很多時候洗碗 我會打電話跟人聊天 我會輔導的 幫助人 也會一起愛慕神 我很多時候都會愛慕神 這就是造成一個習慣 每天有專注的時間親近神 也有一個 時事做其他事情的時間去親近神 這幾樣的祈禱會幫助大家 亦都可以應用在敬拜的 第一就是恩典的禱告 就是宣告神的恩典 神在愛著我們 陪著我們 祝福我們 我們在敬拜的時候可以這樣說 主耶穌正在祝福我們 有些人說 你怎麼知道 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 我們上去裡面 上去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祝福我們的結果子 所以神一定在這裡 我們親近祂 真心祈禱一定親近 除非我們一群人犯罪 又不悔改 就炸地敬拜 神當然不喜歡 但如果我們真心信靠耶穌 那你是不是真心 我們可以帶領的時候 我們真心祈禱 神就喜歡 所以我們宣告 神真的在愛我們 神就看著我們笑 有些人說 你怎麼知道 詩篇42篇說到 神用笑臉來幫助我們 神是開心幫助我們 他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西方的書3章17節 喜樂而歡呼 他會不會笑 是不是這樣喜樂歡呼 不是 是笑出來的 所以我們宣告神很開心 看到我們敬拜 是很開心 人就更有信心去親近祂 第二就是敬拜 我感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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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激祢 我歡喜祢 我加上這些字眼 聖經有說 聖經有說 以神為樂 就是歡喜 以神為樂 我歡喜神 我正在祝神 我僅靠祢 聖經有說到 僅靠祢 這就是在祝神 我需要祢 我沒有神不行的 我亦都常常去歡喜神 這些就是敬拜的禱告 然後互動的禱告 互動的禱告 在敬拜很有用 就是我們一敬拜親近神 真心神一定會歡喜 所以我們自己祈禱 我們都可以說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神就開心笑 所以我都可以開心 在敬拜時可以這樣說 我們敬拜神 神就很歡喜 神就很開心 看著我們笑 我們都可以開心笑 多謝天父 多謝你天父 看著我們笑 多謝天父 你現在看著我們開心笑 我們都開心見到你笑 我見到你開心 我也很開心 多謝天父 這是互動的禱告 我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見到祂兒女親近祂 神就開心到不得了 神就說 主啊我們更加開心 我們更加開心 我們很喜歡祢 很歡喜 一個這麼開心的神 這麼有反應的神 神啊幫我們更加有反應 這個互動的禱告 真是幫我和神關係很多 所以我經常都喜樂 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一發覺有不開心 我就發覺這個不對勁 我為何要不開心呢 我就會時時 整天想著我一愛神 神就歡喜了 我的心就歡喜快樂了 OK 跟著毀身的禱告 也都可以敬拜 可以用的 我們毀身愛神 全心愛神 親近神 倚靠神 神就歡喜了 好了 我們如何去領敬拜呢 如何去領敬拜呢 第一 就是分辨那些詩歌 分辨那些詩歌 第一就是說 有些詩歌是教導真理的 譬如說 這是天父世界 這首歌 除了有教導真理 也有一個成份 用來敬拜也可以 怎樣呢 你現在享受天父 享受那些 神創造的空氣 享受我們的身體 這是天父世界 就是在神的平安 喜樂之中 一邊享受神 那些人都可以 都可以用祂來做敬拜 第二就是 宣告神的屬性 和祂的作為 就是 譬如首詩歌 真神之愛 就是宣告神的慈愛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 去宣告神的本性 和祂的作為 這些是我們可以用來 我想說 這一種的敬拜 就是最強烈敬拜的詩歌 就是第六和第七種 不過 第二種都可以的 宣告神的屬性都可以的 宣告神的慈愛 譬如主耶穌愛我 都是屬於這一種 主耶穌愛我 我是宣告神的作為 耶穌在愛我們 令人輕鬆喜樂唱的歌 我有謝喜樂 這些是詩歌 另外 信徒更新 例如 愛獻上所有 或是 我愛全揚 我祝福音 就是信徒獻上生命 然後下面 就是三種的讚美 親近神 第五種就是 第三種讚美神的詩歌 是用他字的 讚他讚他 讚他 是他 第二種是用你字 我敬拜你 我讚美你 即是 我要那種你死命 是向著神的 最後一種就是 第二生向著神的 就是敬拜愛和渴慕神的詩歌 譬如 其中一首詩歌 神賜給我的 我所寫的 主我 僅靠著你 僅靠著你 主我 僅靠著你 就是 渴慕神 大家知道的時候 你知道 每一次的敬拜 我們都盡量放 第六、第七種的詩歌 第六種就是讚美 通常讚美才到敬拜 讚美詩歌 通常比較興奮 我要那種你死命 讚美的詩歌 沒有愛慕神那種那麼投入 敬拜愛慕神是比較投入 主我 更靠你 是更進入 耶穌 我愛你 是更進入 愛慕神的 大家知道的時候 選擇詩歌的時候 就知道這些分別 有時有些詩歌 只是教導真理 或者宣告神的屬性 就沒有了愛慕神 或者親近神 讚美神的成分 我們知道 我們就加上這些成分 而在敬拜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開始是讚美的詩歌 比較快的 興奮 然後後面就是親近神的詩歌 然後可能在最後有生命改變的詩歌 或者有時就是親近神的詩歌 結束也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留意 有些親近神的詩歌 我們都記得 比如說 主我僅靠你 耶穌我愛你 還有其他的 就是愛慕神的詩歌 好 領典的時候留意些什麼呢 自己專心望我們愛慕神 無論會眾怎樣 我們都專心 但有些會眾不投入 我們都會帶領他們的 但我們不要因為他們不投入 我們的心就激起了 而是他們不投入的時候 我們就去帶領他們 我們一起 可以帶領大家有些行動 我們一起舉起手 讚美天父 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會喚醒一些人 即是我們保持愛慕神 亦都帶領人去親近神 第二 以神為樂 享受神的愛 我們敬拜時都享受 我要那種你生命 一直享受 神啊 我享受親近你 享受在你的同在 第三 停留在感恩、輕鬆 和靠主喜樂的狀態 停留在這個狀態 不要斷了 不要敬拜 忽然間就說 我現在唱下一首詩歌 忽然間就斷了 那你想唱下一首詩歌 怎樣說呢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一起 用這首詩歌 我敬拜祢 或者說個歌詞出來 我敬拜祢 全能真神說出來 那就一起進入下一首詩歌 第四詩歌 注目在神 但留意人的狀況 帶領敬拜祢 我們注目在神 但如果每個人都在做夢 另來另去 都不是投入的 那就幫助大家 我們現在嘗試 每個人都黑了眼 如果舉些歌詞記得黑了眼 舉手 愛慕神 感謝神 多謝天父 全心全意 神是歡喜的 我們便投入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這樣去解釋 第五 不要在意自己的表現 和唱錯的地方 就是說 自己唱得不好 不要這麼介意 唱錯了 死了 鄭先生唱錯了 慢慢想 不要介意鄭先生唱錯 唱錯了 有他了 繼續唱下去 其實唱錯也可能沒有人留意到 不要緊的 第六 盡量帶領人進入神的愛 喜樂和火熱 即是說不要只唱歌 是帶領人 享受神的愛 心裡充滿喜樂和火熱 真的有很多的敬拜聚會 他們很長時間 因為我們在這裏 我們不能夠太長的時間敬拜 有些敬拜 敬拜整個小時 所以他們的敬拜是三個小時 因為我們有其他事情要做 第七 讓敬拜持續 不要中斷 不要說下一首詩歌 即是不要中斷了 第八 避免長的說話 或者代討式的禱告 就是長的說話 或者是代討 敬拜不是代討的時間 代討有代討的時間 代討有代討的時間 代討也可以唱詩歌 代討是怎樣唱詩歌呢 譬如說 我們現在 譬如在代討時間 我們為了教會討告 我們一起去親近神 Hallelujah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然後呢 我們就一起去討告 即是說一起去討告 神啊你幫助我們 深信神的愛 神是祝福我們教會的 神愛我們每一個的 我們就求神祝福 都可以在代討的時候 有敬拜 可以代討的時候 有代討 又跟著敬拜 有代討又敬拜 這樣可以混在一起 領敬拜的時候 可以做幾件事 第一 可以自己投入敬拜 帶領人投入敬拜 第二 可以有簡單的討告 不要太長 不要三分鐘討告太長 就是去愛慕神 放下重担 為身愛主 即是 神啊我們現在放下重担 煩惱 我們全心愛你 這樣幾句就好了 不要一直說 太長篇 那些人就開始專心不了 第三 就是宣告的討告 宣告 神現在愛著我們 神在做著工作 神在更新著我們 改變我們 指示 有時需要指示 我們一起舉起我們的手 一起感激神 我們全心感激神 我們一起開聲 感謝耶穌 這都是一些指示性的說話 即是告訴別人 指示性就是向人 不是向神的 很明顯是向人的 我們現在專心討告 這不是向神的 而是向人的 第五 講出神的應許 接立同在和愛 神答應我們 我們親近 祂一定親近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全心感激神 愛慕神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接立和和我們一起 自由唱靈歌 叫人能夠自由地敬拜 靈歌可以用一些你懂的詩歌 配一些簡單的字 譬如Hallelujah 這樣可以唱 耶穌愛我 耶穌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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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歌詞變一變 譬如我唱 奇異恩典 耶穌安慰我 我可以用奇異恩典的詩歌 或者自己自由唱 如果你可以在家裡做習慣了 耶穌 哈利路亞耶穌安慰我 你做習慣了 你可以做的 也可以帶領回眾 有自由的動作 一起拍手 一起舉手 所以領敬拜的可以這樣 一起拍手 多謝天父 歡喜感謝神 一起跳舞 有些人可能不太習慣 不過整個人投入是更加好的 或者一起說愛耶穌 愛主 領敬拜的時候 可以用什麼說話 例子 其實我也常用 大家可能聽習慣了 一起讀 讀一讀 說話這樣說 不要像讀書一樣 阿爸父 主耶穌 我愛你 快點感情 好嗎 我渴望你 我感激你 我喜悦你 即是我歡喜你 我知道你在這裡 喜悦我們的敬拜 我知道你很喜歡 你會親近我們的 你等著我們親近你的 我們深信你 一定愛我們 你體重我們的 我極度需要你 有需要你的愛 我在你裡面 真的輕鬆 又自由 又開心 哈哈哈哈 我將整個生命獻給你 跟著你真好 我們便可以跟著 即是用這類的說話去做 令敬拜都可以有指示性的說話 譬如說 讓我們現在想想神的大恩 想想神如何救我們 如何改變我們 我們便多謝天父 耶穌拯救我們 第二 耶穌就在這裡 我們便投入敬拜 我們不用想耶穌怎樣 不過他已經站在這裡 他已經站在這裡 他已經說了 他在我們心的門外 扣門 他在等著我們 當我們親近的 他一定在親近我們 所以他現在在這裡 耶穌啊 你便在這裡 我們感謝你讚美你 第三 耶穌看到我們愛他 便很開心 神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所以說神很開心 這不是違反聖經的 我們全心愛主 亦告訴他 我們愛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又知道你歡喜我們 接著第四 讓我們全程投入 感激愛慕神 這些指示聖書 我們全心感激神 愛慕神 第五 我們一起輕鬆放下重探 所有煩惱放下 有時我會叫人 吹出那些重探 嘩 來嘩 那些重探都放下了 嘩 放下了 有時有些教育 可能不太接受 不過呢 有些群體可以接受 放下 真的有幫助 因為心被捕住 嘩 真是鬆一點 第七 可以說的指示聖書 有神真是好 我們享受神 有神的幸福 一起享受神 主耶穌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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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詩歌有不同的表達 主耶穌這首 真奇妙可以這樣唱 主耶穌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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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 主耶穌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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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同的唱法 這就是我們感受到音樂 就可以改變了 領敬拜有時會被人影響 我又怕死了 唱錯了 我們就專注在神的愛 相信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相信我們是榮耀神 不是榮耀自己 有時有些敬拜的人 會很緊張我唱得夠不夠好 還有他們的領敬拜 比我更好 我自己真的比他們更厲害 這種敬爭的心就不好 即是不需要比較 神歡喜 任何人真心的敬拜 第三 想著我們是祝福會眾 不是高舉自己 不是叫人看我們 而是祝福每一個人 投入敬拜 大家都得福 第四 越釘死自 我就越不計較自己做得怎樣 就算唱錯也不要緊 這樣的時候 侍奉更有力量 神也更加喜悅 為何有些人不能在人面前 拍掌、很開心、跳舞 覺得很醜怪 但其實在天堂我們都會很開心 天堂的人不會說 Hallelujah 不會這樣 他們會很開心 第五 當人不投入的時候 我們做一些可以用來激勵他們的 但不要介入他們的狀況 有些人不投入的時候 我們會說 我們投入愛耶穌 耶穌就很歡喜 我們可以全心感激他們 爭美他們 舉起我們的手 第六 不要因為團隊做錯而介意 譬如有一個一起團隊 彈錯音 唱歌 或者是先鋸人開聲 或者是唱錯 不要緊 不能死 雖然可以慢慢練習 但是 因為任何人的侍奉做都不好而發怒 這不是神的心 任何侍奉做都不好而發怒的地方 跟音樂和樂器的配搭 我們依靠神提升音樂的表達 這也是可以學習的 首先 感受音樂 是幫助我們表達音樂的 譬如說 一首詩歌 我要那種你生命 你感受音樂 你就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表達這首詩歌 這就是提升對音樂的表達 或者是彈琴 第二 熟悉唱的歌 彈的歌 亦都會熟悉音樂 這就更加容易表達了 使用節拍 聲量音質變化來表達 來幫助人投入 這個音質和速度 聲量 是很有幫助的 我敬拜你 全能真神 有誰留著你 有些是大聲一點 有些是小聲一點 我敬拜你 和平關王 有大聲 有小聲 有快 有慢 當然一群人唱的時候 不能夠 但如果樂器大便可以 樂器大便是慢 那就慢 所以和彈琴的配搭 放慢 加速 加速 放慢 我不知道動作是甚麼 放慢 就慢一點 慢一點 有些情況 可能預先說定 我敬拜你 這是慢一點的速度 和樂器的人 有默契和溝通 有時要馬上指示 但不要生氣 有時要靜靜 第五 音樂是工具 不是目的 目的是敬拜 即是說 不是要彈得最美 當然彈得美是好的 不過不只是追求樂器 而樂器最重要 反而是令到人投入 那種表達 不是彈得很優美 而是彈得令人投入 所以彈琴的時候 令到人震撼的力量 唱的時候很投入 或者唱的人的聲音也很重要 第六 多聽音樂 培養音樂感 第七 最好能夠學習樂器 就是能夠透過樂器表達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學習 有些人很難學 有一個樂器容易學 就叫做 G chord 叫做G chord 它是按的 你用一手掃 它就會出聲 你這樣按的 chord 就行 不過我們習慣的琴和吉他 就會慢 看著那些字母 不過他們習慣都可以 那些是比較容易學的樂器 大家可以使用的 琴和吉他 其實琴的方法是甚麼 只是彈琴 你不彈多花褲也可以 每一下就這樣 噔噔噔噔 這樣樂都可以 那你就跟著唱也可以 好了 跟著下面講這個部分 就比較是 可能有些人覺得會困難 不過你就去練習到 第二天你就會 唱歌會進步很多 頭腔和空腔的共鳴 甚麼叫共鳴呢 共鳴就是我們 譬如大家很簡單 你嘗試說 你把手放在胸口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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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覺空腔會震 這就是有空腔 就是我們的空會跟著共鳴 如果高音的時候 嘩 嘩 你嘗試唱這個 嘩 嘩 他叫一叫聲 可以很遠 我都能聽到 就是因為共鳴 神造 鳥懂得共鳴 那麼 嬰兒 他們小時候 哭的方式 是共鳴的 大了就不懂得共鳴 好了 跟著第一 共鳴是引起頭部 面部 空部 有面部 噢 大家按摩 好像有個面罩 噢 噢 好像有個面罩在我周圍 聲音在我周圍 這就是引起面部 和胸 噢 下面 和面部的共鳴 練習這方面 舌頭要放平 放不平 看著鏡頭 很容易 舌頭會突起 有個方法 先伸出舌頭 慢慢縮 練習 如何放平舌頭 這個要慢慢練習 我現在不詳細說 就是對著鏡頭 對著舌頭 放平 另一個方法 你知道舌頭有沒有放平 就是舌頭 如果舌頭 阻礙 你會在這裏 即使舌頭 如果舌頭 放平 下面會下來 下面會下來 這個是 高級的教導 但有人有興趣的音樂 唱歌其實每個人都學到 每個人都學到 唱歌的硬是頸部或下巴或舌頭硬 口腔硬 下巴可以練習 放鬆按摩,不用力 啊啊啊啊啊 這樣就放鬆 嘴巴是窄而高 但骨子不要開了 有時需要開了唱古典 但我們不是唱古典 不用開了,一開了會緊的 這個耳邊的骨子不應該大大移動 由頭腔空腔 怎樣有空腔頭腔呢 就是打喊嚕 嘩啊啊啊啊啊 好像打喊嚕 打喊嚕其實後面呢 我們有個叫軟口蓋 甚麼叫軟口蓋呢 我們的下巴,上額 前面是硬的 你用舌頭頂著前面 是硬的 後面難一點可以頂到的 但你在鏡頭看著 是可以提升的 你一打喊嚕是會提升的 吊鐘會提升的 共鳴就是要打喊嚕 喵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會有共鳴的聲音 這個呢 還有下面呢 就用丹田的肌肉 啵 即是這個 衝這個 啵 這樣衝呢 向上 那些氣不是向前 是向上 這些是比較複雜的 不過你有興趣練呢 我可以解釋給你聽的 大家在家裡可以這樣練 喵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像打喊嚕 喵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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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即是好像打喊嚕 一直跟著琴這樣練 手機都可以有琴的 氣是衝上鼻腔的後面 接著第九 喉嚨、舌頭、下巴全部放鬆 用手摸一下喉嚨 有些人唱歌的時候 緊呢 和唱歌之後會痛呢 就是因為他緊張了 喵啊啊啊啊啊啊 你唱的時候 摸一下這裡 喵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放鬆的 喉嚨的聲底 只是發生一個音調 喉嚨不是力量的來源 喉嚨是力量的來源 喉嚨是力量的來源 會怎樣呢 我要那種 這個誇張 就是用喉嚨的力 是這裡的力 我要那種你生命 這裡鬆了 這裡鬆了 下面用力 這個力量是來自 丹田 肚臣之下的肌肉收縮 如果喉嚨用力 聲音就會粗和硬 嘴唇和舌頭的功用 是咬字 唱歌又沒有咬字 不清楚 我要那種你生命 每個字咬都清楚 別人聽得清楚 練習共鳴是需要時間的 那時候我老師說 幾個月學到已經很厲害了 是要時間 每天 喵啊啊啊啊 如果你發到這個聲音 你就開始有共鳴 那你唱歌就會漂亮很多 共鳴聲有什麼好處呢 你的表達強很多 我敬拜你 全能真實 有水能 將你 這個表達是豐富很多 還有說話也是 我講話是有共鳴聲 你聽到到處有響的 這個聲音就會有力 就算我細細說 都有力 這個就是共鳴的聲音 還有唱歌呢 輕鬆開心 沒有壓力地唱 不要 哎呀 我要掛著共鳴 那你就很辛苦了 好了 唱高音呢 很多人就以為 唱高音就要拉高 其實不是 是要壓下 波 摩啊啊啊啊啊 是壓下面 摩啊啊啊啊 是放鬆 還有 不要那麼大聲 唱高音的時候 鬆一點 那麼 就 軟口蓋要打 好像打哭露一樣 提升了 那麼 輕鬆 下巴輕鬆 摩啊啊啊啊 輕鬆的 出來的聲音是柔和的 那麼 全部 所有的口 頸 下巴的肌肉都鬆了 那麼就柔和地唱 不要帶著壓力地唱 那麼我們今天講了那麼多 那麼希望大家呢 待會分組的時候 就練習一下 分組去練習一下 去 輪流 可以帶一首詩歌 帶的時候 一直去 你就算唱同一首詩歌 都不要緊 唱一首詩歌 比如說 Hallelujah 或者是 我要那種 你聖命 或者 主耶穌愛我 都可以的 那麼你就會 練習一下 一直帶著大家祈禱 帶著大家祈禱 用慧謝先的方法 我們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那麼我們 我們的敬拜進步了 你為人祈禱 第一個用途 為人祈禱的時候 其實你們 我們平時 不是圓了出來祈禱嗎 你們都很多人唱歌 對不對 都是在做敬拜 都是在帶領著 所以其實你們已經在用著 不過我們怎麼用得更加多 那麼你都留意 有共鳴練度 是很明顯聽到聲音分別的 你聽到人唱歌 你就會聽到他的共鳴聲 會發出來 嘩嘩嘩嘩嘩 即是聲音會有共鳴 周圍響 還有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以為 以為那些氣是處於肚子 其實不是 氣是處於肺部 但是是用複式呼吸 複式呼吸是甚麼 吸氣的時候 肚子向前漲 肚子向外膨脹 和撐著 把肚子向外膨脹 撐著 不讓他收縮 那你就能夠夠長 撐著 練習和撐著 有些人在家裏 睡在這裏 找些東西壓著胸口 然後要撐著那本書 讓那本書不要那麼快縮下去 那時候我先生教我 我跟過幾個老師學唱歌 還有一個是幫到我最好的 唱到他們共鳴的聲音 他說你對著鏡子 你吸氣了一件衣服不潮 你的氣一唱完 譬如這樣 沒有了 潮了 你很快就沒有氣 你很快唱的時候 我敬拜你 已經沒有氣了 所以我們要 我敬拜你 還有這些字要連音 不要我敬拜你 這樣就喘了 連音的 求神幫助大家 在敬拜上進步 也慢慢學習去領敬拜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大家聽到我說話也有共鳴聲 多謝天父 聽到這個 多謝天父 這是共鳴聲 來的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我們敬拜你 我們讚美你 神你真好 你很歡喜 我們敬拜你 你很喜歡我們敬拜你 我們就很喜歡親近你 願你的名備高舉 願你的名備高舉 願你的名備尊崇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放開懷抱 不要介意 不要介意自己唱歌唱得好不好 不要緊的 我們要開心唱 去感謝神 讚美神 神是歡喜的 神是越立的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 還讚歸給天父 神你是最慈愛 你是不會有恩典的 我們全心愛你 我們每一個都愛你 從心底處歡喜你 有神萬事足 有神真好 有耶穌真好 我們就歡喜你 讚美你 多謝你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哈利路亞 哈哈哈哈 有些新來的人 可以出來 我和你聊天 然後其他人 就可以分組去練習 用敬拜帶領 敬拜輪流 唱一首歌就可以了 唱一首歌 簡單唱 唱最簡單的那些 如果你不想唱 不要緊 其他人唱 歌唱 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 歌唱一首歌 歌唱一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